才罚母亲千方百计不让那些她看不起的女人为儿子生下孩子 防止家里的穷儿媳怀孕不惜偷偷给大儿媳吃了几年的避孕药 现在儿子在外面惹上了风流寨让另一个更穷的女人怀了孩子 母亲直接威胁女人不要纠缠自己的儿子还让她把肚中的孩子处理掉 爱儿媳见大嫂对自己这么好 想在婆婆的面前说情 大嫂除了穷其他都这么的好 不管是品格还是做人做事都是那么的周到和体贴并不输打伯格 难道一定要把大嫂赶走吗 可在婆婆的严厉品格再好做事再好又有什么用 出身卑微就注定身体里面流淌着低贱的血脉怎么配得上自己优秀的儿子 她可不愿一辈子看着那个低贱的女人在自己眼前晃 见珍妮现在竟然在为贤秀说话 福西威胁她最好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不然她这个已经没落的财阀女儿同样会被自己从这个家赶出去 更是直言贬低珍妮 你现在跟贤秀已经没有区别 要不是当初你父亲在我公司出现财务问题的时候出手相助 我现在才一直把你留在了身边 不然你同样也会像贤秀一样被我赶出去 珍妮强忍着心中的愤怒咬着牙答应会听她的话 出来后对着福西的房间骂骂咧咧 这时贤秀正好为福西送果汁 珍妮挡在了贤秀的面其人 她很想就大声地告诉贤秀不要再去相信那人面兽心的婆婆 她正拿着刀在你背后要捅你了 可想到婆婆刚刚威胁的言语 珍妮只能把那些花咽了回去 谎称也想喝果汁 贤秀没有多想便把送给婆婆的果汁先给珍妮 自己又回到厨房重新制作 最近陈浩为朱英的事心烦意乱 虽然陈浩在贤秀的面前刻意地隐藏了钱 但多年的相处还是让贤秀一眼看出了丈夫心中有事 陈浩终于开始在贤秀的面前进行了撒谎 无比信赖的贤秀并没有多想 她是绝对相信丈夫的 要不是丈夫一直站在她这边 就珍妮联手婆婆给自己吃避孕药这件事 她就不会再回到这个家 朱英威胁陈浩要把事实告诉贤秀后就一直没有现身 使得陈浩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 福西把国内所有的妇科医院翻了的底朝天 都没有找到朱英的踪迹 一个怀孕的女人不去医院做检查 那她是怎么样确认自己怀有身孕的 福西猜测朱英根本就没有怀孕 认为只是朱英为了抓住陈浩才撒下的谎言 这可把陈浩搞慌了 她此时反而更加地希望朱英的确怀了她的孩子 因为就在前不久医生告诉她不能生孩子的事实 如果朱英真的没有怀孩子 那么陈浩不得不担心内侍认为误诊的结果很有可能是真的 她当即联系了医院决定今天就去进行复查 来到医院 陈浩首先给贤秀打去了电话 陈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想听听贤秀的声音希望以此来带给自己好运 千万不能是不运不遇的男人 对于背叛的男人上天并没有把好运给到她的身上 经过仔仔细细地检查后 陈浩最终竟然被检查出是一名中毒无精患者 根本不能怀上孩子 而与此同时的婆婆正坐在家里露出那邪恶的面 发誓绝不能让贤秀怀上孩子要把她挡出去